第二位 有可惜第二位 有那個嗎 Radio 我又打破門頭 歡迎收聽 整個Radio And 強迫Radio 戰鬥矛起來 今天這個特別節目出外景 然後邀請了幾個來賓 請他們不同時間來 但是他們約好了一起來 剛剛都沒有人現在都是人 所以我們這一集就有三個特別來賓 第一個特別來賓呢 我們就先邀請這個 亨利魯頭市 魯頭市長 大家好 亨利市長是這個 圈過最多女人魯頭的這個 不敢不敢問 我只是記錄他們的身體而已 因為有時候他們會 東西會跑出來啊 沒有人幫他們記很可惜 而且我還第一次 知道有人不知道你耶 真的耶 你把那麼丟臉的事情講出來幹什麼 一般人聽到亨利魯頭市 市長還是都會跪在那邊拜說 市長什麼時候換我 去跟那些女優拍照 沒有沒有我今天忘了帶女優出門 我覺得對不起 還有什麼時候可以讓我去跟女優吃香蕉 可以啊 因為如果你今天早點講的話我應該會帶幾個女優來 可是你沒有早點講 沒有約好 那市長的平常工作都是在做什麼 圈 不是 沒有我是一個廣告設計 但是平常就會喜歡把一些有趣的設計也是用插畫的方式畫出來 只是你們沒有發現過 但是我發現你的插畫都是一個圓圈而已啊 對啊這麼簡單的東西 你不覺得可以多多利用嗎 對耶 我是走彎彎的精神啊 走簡單路線 只是他有五關然後我只有一個圈而已 所以就是專門圈這些 大部分是電影走光的這些 對但是因為他們走光 但是他們本身電影也很有趣啊 所以我就覺得一方面也要介紹一下他們的電影 然後再慢慢的帶入重點就是他們的乳頭這樣子 哦 所以這些走光照就是你這個 你創作的主要的這個特色就對了 對啊因為我發現說很多的那個電影它其實是輔導級的 對 輔導級跟普通級 但其實很多的女星他們本身習慣就是不會穿內衣 所以小朋友看的電影很多電影裡面都有很多這樣沒有穿內衣的鏡頭 我覺得這種衝突感非常有趣 在生活中 在生活中可以增添一絲滋味 所以我就把它記錄下來 沒想到就這樣記錄了兩百多部電影 所以你想要趕快看一下這些哪些電影有走光了 就趕快搜尋這個亨利乳頭寺 不是亨利乳頭寺喔 因為之前有一位亨利乳頭寺五個字上新聞 是亨利乳頭我不要搞錯 好那你就可以知道哪些電影出現了這個走光的這個情景 但是為什麼我登錄以後還要有密碼才能夠看這些走光的電影啊 因為我希望還是以正常的正常的心態去看這些我的文章 或者是我寫的我畫的圖 所以還是要密碼 還是要密碼讓大家成年之後再上去看 好但是密碼很簡單是什麼呢 千萬不要講是年月日八碼 千萬不要告訴大家 就是當天的年月日八碼 當天的文章的年月日八碼 只要輸入八碼就可以知道 比如說2014 0808之類的 喔 好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這些亨利市長的這個 但是暑假有大放送啊 我把一些解碼的全部打開了 呵呵呵呵 因為要充人氣 好那為什麼後來可以變成歪道變成是接觸這個日本這些成人隱星的這個活動了呢 因為其實蠻有趣的就是我的東西一直都走灰色地帶 對 可是你的東西我覺得不算是琴色的灰色 算是搞笑 就是灰斜的灰 灰斜的灰 其實我自己是這樣定位 那所以 但是別人不這麼定位啊 所以你的東西才會被檢舉啊 所以我覺得乾脆就把它 乾脆就把它再走歪一點試試看 那之後 在去年就有一些成人業者想要跟我合作一些有趣的行為 對 那我覺得有趣我就做 因為如果是單純色情就無聊了 因為我自己並不是 可是我看起來都是單純色情欸 我雖然是一直跟色情業者來往 但是內容是琴色 琴色跟色情是不一樣 琴的部分居多 有趣好像都只有在你身上有趣 可是別的男生看著都一把火都叫你必須死欸 對對對 但是因為我的走法是這樣 就是我希望日本女優他們來 不是只是有講講話 他們必須要做一些行為是大家所認可的 對 而那些認可的行為我覺得大家不在我身邊 那我知道自己做啊 哼哼哼哼 比如說餵他們吃香蕉啊 哼 啊比如說就是餵他們喝豆漿之類的啊 那因為剛好就不小心會噴出來 但是你這邊講的餵他們吃香蕉跟餵他們喝豆漿 就是真的餵他們吃香蕉跟喝豆漿 真的是香蕉跟豆漿 並不是 並不是暗喻 沒有任何的暗示 這邊就是真實的發聲就對了 因為你知道日本的香蕉一根日幣要多少嗎 不知道咧 我也不知道但是很貴 等一下 但是很貴 來台灣他們其實很喜歡吃香蕉 然後我想說他們難得就下飛機了辛苦 然後就餵他們吃 但是日本人吃香蕉 不知道為什麼一根會吃很久 我先用舌頭填一下味道這樣 等一下為什麼香蕉要放在你的肚臍跟你的胯下中間才能夠吃呢 那是運鏡的問題 喔運鏡的問題 那是一些趣味性的運鏡 所以吃香蕉跟香蕉那個女星叫什麼名字啊 就是有水菜粒也有啊 然後還有 水菜粒也有吃了 還有那個有甜柴野香也有啊 還有Julia也有這樣 三個人被三個人吃過香蕉 然後急著名部沒有 好那這邊我們問一下 我最愛的急著名部好了 他會很難配合嗎 他不會他超好配合 你要他做什麼動作他都做 真的喔 他其實人非常nice 但是他經紀人會比較多限制嗎 對因為他現在已經走電影咖的路線了 那我們問他的問題都不能跟AV有關 所以很難問 那天訪問大概五分鐘就結束 蛤 不是因為就是有一些限制嘛 但是其實跟他拍一些照他其實都很配合的 很明顯的他現在這樣子並沒有對他成功帶來這個的 因為他畢竟他還是AV咖啦 對對對 對對對 大家還是沒有辦法說馬上 馬上 馬上跳 對對對 還是需要多一點時間努力這樣 也是啦 畢竟他每個月都有在繼續發片 對對對 這個我不是很清楚 但戰鬥毛你比較清楚 對 他的片我都有在追 但是也很久沒LO 好 那後來 你繼續做到現在 你還是繼續跟那些 AV咖 合作嗎還是 會有 因為其實說真的在 以影片訪問這一塊 台灣只有我一個人在做 那他們 真的耶 他們真的有看到有成功 不是是因為他們沒有找戰鬥毛做 對 他們玩了一步有沒有 但是因為這樣子 而且戰鬥毛一直要求說我可不可以引劍 對 那我當然很樂意引劍 而且他們不鳥而已 等一下我這邊要公開一個私下的秘密 就是 市長對我真的很好 有一次急著名部來 然後市長就說 如果你能夠化妝成我的樣子 就讓你去吧 可惜我沒有辦法化妝成市長的樣子 要留妹妹頭 我留起來就不像 對啊 沒有市長那麼好看 就沒辦法去 沒有錯 對 市長真的是很願意把這個 這個福利啊 讓給別人的 不過戰鬥毛也是很講義氣 因為他還是畫了一幅那個給 急著名部的畫 急著名部 他急著名部本人是非常的開心 真的嗎 他覺得這幅畫得非常好 可是我後來就在 在我面前是這樣表現的 我後來就在那個 我不知道在垃圾桶裡面 真的 我後來就在垃圾桶找到了 真的嗎 那裡有帶回家 就在化妝室的垃圾桶找到了 還被失破 沒辦法帶回家 那後來我就不知道 不過我相信九成九大概會這樣 啊 也是啦 對啊 但是後來還是會有一些合作 那這些用影片 也許我們之後會出外景 也許我們會去玩一些特別的遊戲 比如說 像日本也有很多玩排球啊 桌球啊什麼的 他們還有為了這種 成人桌球競賽 還為了這個成立一個協會 欸我們現場就有 四個人有這個AV的帳號耶 真的嗎 對我們這邊的人都有這個AV帳號耶 那大家就可以多多 那個啊 繼續追啊 因為很多新的消息都會 因為我還有在醞釀一些其他事情 但是不能公開啦 喔 比如說拍假A片之類的 喔假的就對了 對對對假的 但是也是一種威脅的就對了 對也是威脅的 因為他不可能弄真的啦 對對對 那就是讓大家覺得說 欸很好笑 弄真的就真的被關了啊 那我盡量不要走到 把那個犯法的部分 喔 就是不要被關就對了 不要被關 但是大家就覺得好笑 嗯 這樣就OK了 因為我希望我的存在 是讓大家可以生活多點樂趣 嗯 然後因為大家私下都會看A片嘛 對 那有什麼問題的話都可以請教我啊 那如果說 比較學術上的可以去問一劍晚尊丘 啊如果說比較阿里阿渣的去問我這樣 學術上跟阿里阿渣有什麼差別 有想知道一下 如果你要以電影來形容的話 假如說一劍晚尊丘是賭俠的話 那我應該是賭聖那種 就是說你要真的要學功力什麼東西的 你就去問他 啊你如果說想要學一些摸來摸去的啊 啊怎麼大小尺寸之類的 那些問題的話就可以問我這樣 喔 對而且你在什麼雜誌也有寫這個情色的專欄 其實那也都是一些機緣啦 然後大家就是覺得說 我已經跟這個部分畫上等號了 但是我又不是說很情色的去描述女人的一些情語 我都用笑話的方式去介紹啊 或者是去分享我的一些經驗或朋友的經驗 大家就覺得很有趣這樣 所以你寫一篇文章都要很久耶 對因為我覺得第一個梗很重要 那還有一些想法 idea比較重要 原創性也比較重要 那因為要畫畫要貼圖大家都會嘛 啊真的耶 蛤 真的真的真的 對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生一篇文章花五個小時六個小時 我覺得是無所謂 但是希望貼一篇大家都能好好的看 好好的分享 欸人家我都三分鐘就看完了 真的討厭 你都沒有看到其中的精髓 有有有有 然後都只看到其中的名簿 然後就直接另存心 沒有其中的名簿我就跳掉啦 直接跳掉 對對對對對 三分鐘是為了要把整個文章瀏覽完 對對對 好那我們就問一下米其曼最喜歡問別人的問題好了 就是你今天這個亨利乳頭是想要做到的最頂點是什麼 你是問他還是我 對問你問你 因為米其曼最喜歡問人家這個問題 米其曼要問我這個問題 對對對 就是你希望他 就是希望 怎麼樣以後你就可以隔屁也沒關係了 因為其實為什麼基凸會去寫 是因為他是在台灣裡面 台灣的文化裡面是一種衝突感 嗯 你明明有穿衣服 但是因為你崇尚自然的關係 然後被大家看到一些特點 一些重點 那其實很多這樣的人很多 對 那我希望更多人這樣子 那你一方面你又崇拜美國人可以這麼自然 一方面 天體雲嗎 對對對但是沒有到天體雲 就是說不穿內衣就不會 因為其實很多的很多研究都有說啊 就比如說英國研究嘛 嗯 他們都會說他們都會說這樣子是比較自然 不穿內衣就是 英國也研究說吃雞排不會長痘痘 對對對 然後也研究那個熬夜其實對身體不會怎麼樣 對對對 所以你認為這研究真的有用嗎 傻瓜才會信 對對對 還研究什麼吃早餐其實沒 但是其實自然這個部分 我覺得在一個文化裡面其實是很有趣 它不會是一個犯罪的一個行為 但是現在大家都覺得好像你不穿衣服 是一種很害羞 要羞恥的東西 對對對所以我希望說 如果可以影響 如果可以做一些有趣的影響 比如說像我最近就有做一個 如果讓我一起來玩一個這個 錄影的一個行為嘛 比如說國外都會有那種 當然它比較色情一點 比如說摸奶然後就捐供應啊 對對對 那我們不要摸奶 那其實大家看得很開心 可是大家都一直在講台灣人都不敢做 那我希望可以做一個這樣子的 台灣做就被罵吧 對台灣做就被罵 但是其實你為什麼邊罵 然後又邊喜歡 就覺得說人家做很有趣 好像國外就很酷 對國外就很酷 國內做就 對啊很奇怪 浪費 浪費 對啊很奇怪 但明明其實 都是一樣的事情 說真的就是 來跟我報名的女生也不少 但我那時候是希望說 如果有滿20個人 30個人 我們在一起拍這個東西 當然可惜還沒有到那個人數 可是其實是這樣 有這樣的人 因為在亨利市的粉絲裡面 女性的粉絲 他們都知道 市長不是在搞色情 他們是在覺得 就是在玩 玩創意 玩這樣子的一個很有趣的活動 所以在亨利市外的人 女生都覺得你在搞色情就對了 呃 我希望能慢慢影響他們 因為那些人 如果我沒辦法影響 我也希望戰鬥毛幫忙影響一下 因為戰鬥毛就是一直在 裝一個很正當的樣子 所以我希望他可以 有嗎 他可以有他的影響力 可以幫我影響一下 但是你還沒講你的山頂是什麼 什麼山頂嗎 就是你 亨利市做到 比如說粉絲破了2000萬 就可以死而無憾了 或是怎樣 其實我也希望能夠拍一部電影 我也希望拍一部電影 用你的這個梗 拍一部電影就對了 用這些梗拍一部電影 因為我希望 這個拍成一部電影 就是讓那個電影是 很多女性 加入了這部電影 她會覺得說 跟亨利市長一起合作 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而那些女性 她也許有爭議 或是也許是很正常 比如說林志玲好了 呵呵呵 她搞不好她覺得說 已經到一個階段是 這是藝術 對 所以我想要參加 亨利 我想要參與 亨利市長的 他的 他的工作 嗯 這樣我希望可以 塑造一個 台灣的電影 不是只有 色情 跟不色情 跟小情小愛 跟一般 一般普通的電影 嗯 我希望那個話題 或者是說他的 更多元 更多元 哦 所以拍完一部電影 就可以隔壁了 就可以隔壁了 我就可以收三了 好像不怎麼難欸 不會啊 對我現在來講 有一點困難 欸結果我昨天 有正好聽到這個 魏德勝魏導演的這個 分享啊 他就說齁 那個欠一億啊 也是欠 欠五億也是欠 對 所以他乾脆欠五億 對啊 那我目前我只能欠到兩億而已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看 在肉麻要不要再借我兩億 我這樣子 我應該可以 基本的資金應該可以湊到 現在我的應該沒那麼多 哈哈哈哈 我不是很知道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來那個 量杯借一下 好 因為今天這個來賓有點多啊 我們就謝謝這個亨利市長 好謝謝 匆匆來一下 要匆匆的走了 對我還沒有要走 哈哈哈 沒關係可以 你為什麼要趕我走 參與我們這個 米奇曼畫飾演會的活動 繼續幫他在旁邊 對 幫他記錄一下 米奇曼超滿的 可以幫他圈奶頭 對 好那我們聽一下歌 接下來換下一個來賓 拜拜 晚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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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はパーティー パラパラ 大好きなお花飾って パラカパラ 坐在一起 パラカパラ 喜びの歌を パラカパラ 大好きな歌手沢山 パラカパラ 小さの街 知ってる パラ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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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パラバラ パラカ パラカ お君様を 帰った パラカ パラ Gender FALA FALA 強迫Radio 戰鬥矛起來 這個我們今天來賓 特別多有三隻 下一個神秘人物呢 現在先不能洩漏一下 但是我們現在先 歡迎這個 玩亨 玩亨算是自由創作嘛 獨立創作的 一個佼佼者 他 從我們手中拿走了一百萬 為什麼可以拿到一百萬呢 一百萬 對對對 有一百萬嗎 應該有人要問米其曼 他也有參與這件事 對對對 每次米其曼都被我拿出來考生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當初也是參加這個千里馬 漫畫甄選拿到的補助 對對對 然後就是他要補助你 去國外 跟那個皮克斯學動畫 對本來很想去跟皮克斯學 嗯 結果好像就 沒有皮克斯 沒有皮克斯 就只剩下 皮什麼事就不知道了 只剩下屁絲 好 那玩亨主要大部分是做什麼創作啊 我主要還是做 現在一些數位插畫的創作 大部分是使用滑鼠 就對了 對用滑鼠做的 滑鼠技能應該到99級了 應該到101級而已啦 這樣子也算不算很高 好 那你這個也有做所謂的漫畫創作嘛 那這個書名是什麼 我之前最早就是所謂的那個機械體服飾會 對 都畫機器人的 然後再進階到肌肉人間 然後突然就又改專心 最新的一集 最新的 就是一個新的創作 那也是跟那個 又跟米其曼有關係 跟米其曼一起參與的一個活動 米其曼跟很多人有關係耶 當然他就是有點花心的辦法 他很亂交 對對對 所以就跟最近的一個創作 是跟一個那個 有關於那個 狗狗的 就是要宣導就是 流浪犬 對流浪犬 的一個創作 相關創作 今天我們也是在這個 愛護狗狗的這個活動裡面 對 那那本 愛護狗 那個流浪犬的書 叫什麼名字啊 那本書的名字叫做 皮諾朵的幸福奇遇 皮諾 我要怎麼樣才可以搜尋到 這本的資訊 這本資訊如果目前就是 上網可以搜尋 皮諾朵的幸福奇遇 或者是到我們那個 P714 剛剛那個 皮諾朵的幸福資訊 名字有點太長 超過三個字我都記不太起來 真的喔 所以就搜尋P714就對了 對對對 直接搜尋P714 上面就有你這個 書的資訊了 對喔 這是最新的創作的一個 資訊跟內容 然後我看你也跟 很多展覽 有這個展覽耶 那你最近有什麼展覽嗎 最近沒有什麼展覽 蛤 好那我們偷問一下好了 你最近有弄這個 因為你本人在劍湖山 擔任這個視覺創作 然後你有弄這個 那個叫什麼 小什麼 北海小英雄 北海小英雄 對對對 我想說小英雄 但是應該有個名字吧 對 那這個就是我白天的 正職的身份 我應該是在工作 那我就是一個非常 標準的所謂的 業餘的創作的漫畫家 但是我覺得你很厲害 就是 因為我剛剛 在你們沒有來 我一個人在虛的時候 我就來說一下這個 我一個人要顧兩個小孩 要做創作真的是很辛苦 可是你怎麼有辦法白天有工作 晚上還要顧兩個小孩 然後還可以繼續做這個創作展覽 還有出書 這就要只好非常感謝我的老婆了 那就是 平常我就是工作 然後創作 然後 今年 今年之前還在讀書 蛤 所以好不容易拿到了 那個研究所讀完了 所以老婆已經 差點殺了我 再這樣搞下去 就可能要 大家離婚見吧 這麼猛喔 所以 那個老婆是專職家庭主婦嗎 沒有 老婆也是職業婦女 啊 這樣子小孩子 到底是誰在顧啊 小孩子 白天還好是有阿姨在顧 親阿姨的保母在顧 我剛才正好跟那個P714的小熊 聊到 就是 這個如果 因為他沒有打算要生小孩嘛 我有跟他說 如果你有夢想的話 最好就不要 哈哈哈 真的 這個不然真的很難實現耶 你去顧夢想的話 小孩就很難顧好 然後 那個小 只顧小孩的話 夢想就很難顧好 因為兩個就 夢想跟小孩 真的都是你的寶啊 很難專心去顧地方 很難分心去顧兩邊啊 對對對 可以這麼說吧 我是覺得 基本上你兩邊都要兼顧都可以 但是夢想就可能要拉長時間 對對對 要拉很長的時間 慢慢慢慢的 可是小孩會在後面追啊 就是他的補習費啊 奶粉啊 會在後面一直追耶 小孩是永遠追不上的 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爸爸我想買iPad 對 我想買手機 我想買遊戲 對 所以夢想變得很難追得到 但是起碼我覺得我們做創作人 最幸福最好的是 我們有一個夢想可以追尋 創作的這樣的一個夢想 跟一個自我的一個 創作的一個 慾望的一個夢想 可以一直追一直追 你已經生小孩了 但是你不要忘記你的夢想 有點慢 但是也是要努力的去追就對了 對 那我覺得在追逐這個夢想的過程 其實已經是很幸福的了 那這也是我一直在這一路 創作的歷程下來 那不斷不斷的跟人家分享的一個心得 就是我們做這樣的一個創作者 雖然說環境不是很好 對 但是我覺得我們已經比一般人幸福多了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好玩 一個很棒的一個夢想 我們一直可以持續追逐 對 它並不是只有金錢啊 不是只有賺錢生活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最不一樣 然後是最有價值 而且是最寶貴的 所以我覺得夢想永遠是可以去追逐 那永遠不會說會找不到 最可惜是你沒有夢想 這是最重要的 人沒有夢想 就跟一灘難你 沒什麼兩樣 沒錯 嗯 所以 有小孩還是要偷偷顧一下夢想 是的 所以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再做我這個創作的這條路線 我覺得蠻幸運的啦 一直這樣一路走下來 你看你還有你老婆幫你顧 對對對 然後還有蠻多的好的朋友 阿姨會幫你顧小孩 很多朋友 還認識一些大師 那個阿推老師 還有那個P7E4 好像還有戰鬥毛 米奇麥都也是大師齁 不不不不 他們都很弱的咖爛咖 不會啦 那也很感謝說有很多這樣的機會 那就是這些朋友 包括戰鬥毛啊 米奇麥這樣的一個朋友 然後大家會互相的 吐來吐去 這樣子好玩 我發現這樣吐來吐去 中間也會有一些靈感 產生耶 這個東西 用一下米奇麥的想法來弄 好像還蠻有趣的這樣子 對啊 所以這就是我們創作人 有些好玩的地方嘛 大家就是 就是互相這樣子玩來玩去 然後就玩出好多好玩的東西 對對對 好那接下來要問一下 你的山頂是什麼了 我的山頂 對啊就是怎麼樣 你就可以Q一Q了 其實喔 安息的也沒關係 其實我應該這麼說吧 其實在創作的路上 創作而言 不要說人生啦 對對對 創作而言 不想那麼早Q 我會覺得就是說 如果我的那個藝術創作 能夠 當作一個 目前一個創作 是在做一個數位版畫這件事情 對對對 這個市場 然後如果能賣出一幅的話 幹這樣很簡單耶 很難耶 已經好久了耶 都沒有賣出一幅 對 我上次去那個星光展覽 然後我沒有打算要賣喔 就有人買走了喔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你不想那麼做 反而會變那麼做 是是 對啊 所以你不要這個 這個夢想太簡單了 那我買走你就Q一Q啦 不是嗎 那我還以為 另外分身會出來不怕 哪天我要 哪天我要完成Q一Q 我就把他的作品買走 他就Q一Q了 那可能要三千萬就可以囉 那衣服要賣三千萬喔 那你就可以 你先Q一Q 好 好 那有沒有真正就是 達到什麼樣的境界 就可以Q一Q 好 比如說你講賣掉好了 那賣掉大概到 集成三千萬嗎 其實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啦 基本上 我的終極目標 還是希望能透過我的創作 來維生 那因為我現在還是有 白天有正職的工作在做 對 無法丟棄 對 那基本上 其實這是我的夢想 我真的是能專職來創作 我真的就能QQ 我QQ就能專心創作了 這樣子 也是啦 就是你的專職創作 然後這個收入達到 可以你現在的支出 但是你現在支出要三十萬 很難 很難 有這個平衡耶 誰說現在支出要三十萬 太可怕了吧 怎麼可能 你不是買了好幾塊地嗎 然後好多的房貸要付嗎 是是是是是 最好是這樣啦 沒有啦 那就是 反正就是一個機緣嘛 那我覺得就是 持續努力 創作這一塊是 永不放棄 那就是真的期待那一天的來臨 就是 真的我的創作能足以應付我的生活支出 然後這樣子 我就真的是非常棒的 嗯 這是我目前的一個終極目標 嗯 好那我這邊題外話介紹一下 完成 因為他的 是這個數位版的話 我覺得在台灣 比較少見到這種 表現風格 對 因為現在很多FB 我覺得都有點很簡單 他們的就是黑白為主 然後比較彎一點 因為可能是就是 現在這個 有流行吧 嗯 對對對 那數位版話這個 美財基本上在 小小算是藝術品 嗯 在國外基本上 這個市場已經行之有年 嗯 那但是在台灣這個市場 並沒有那麼的成熟 嗯 畢竟大家還是認為說 手繪 它唯一 它那個藝術價值是最高的 哦 那版話是因為 它是能複製嘛 對對對 尤其是用數位版話這個東西 那是print print 它就是印就有了嘛 對對對 所以目前這一塊 它在台灣的市場是 非常的辛苦 對 所以才會有 目前有這樣的一個 耀望跟夢想 嗯 對 哦 所以這個數位版話在國外已經 市場很大嗎 市場很大 對市場很大 就像國外的那個漫畫 那個手稿 它也可以賣 畫完之後 印刷完之後 然後可以來販售 哦 對對對 所以只要是用一個 透過電腦 然後再做 大量複製的東西 嗯 那都是所謂的數位版話 嗯 對啊對啊 是這個樣子 哦 好 那 欸我剛剛講什麼 有點忘記了 真糟糕 欸對 要搜尋 你的作品 要去哪邊看 FB的話 就直接搜尋 英文的彎恨 W-A-N-H-E-N W-A-N-H-E-N 就可以搜尋到我的作品 好 那就請大家 去按一下 讚一下 現在讚有多少人 現在讚 目前只有 一百多人 哈哈哈 沒關係 我這邊要分享 剛剛講的一個就是 我有一個朋友他已經三萬多人了 然後他畫的我覺得等級沒有很高啦 但是現在其實不是一個等級高 對我覺得並不是說這個圖好看或不好看 因為這東西是很主觀的 對 主要還是說在內容的部分 有沒有引起共鳴啊 有沒有引起大家關注 對對對 我覺得才是重點 因為我坦白講 台灣有非常多優秀的畫家 會圖著 對 相當中非常優秀 那不管他用什麼樣的方式呈現 那大家缺的基本上就是一個市場 對 我覺得這個市場是會慢慢的慢慢的會出來 會成為一個產業 那只要說大家這些創作朋友 就是大家不要放棄 然後不斷努力堅持的一直畫下去 那我相信總會有出頭的一天 希望 真的真的 趕快去加他的FB一下 現在只有一百多站 請讓他變成一百零二個站吧 謝謝 好我們聽一下歌 等一下再歡迎下一個神秘人物 下一個神秘人物大有來頭 小子のコラム中で旅行した 夢と魔法の国へと チケットは売り切れ間近で おやつの準備もしなきゃね 小さな猫が12個案内 鍵は無くせないようにね 焼きたてパンの船に乗って 空に漕いだそう パパパパ シャラララ シャラララ パシャララ 秘密の通知器押せば パパパパ シャラララ シャラララ 素敵な歌聞こえる 大人の強いと優しい心で 今度は乗り越えられるじゃん 難しい謎もアイテムも オーチャノコサイサイサイ オーチャノコサイサイサイ フォーパパパ シャラララ 秘密の通知器押せば パパパパ シャラララ 素敵な歌聞こえる パパパ シャラララ シャラララ 秘密の通知器押せば パパパパ シャラララ 好美歌聽到 力任何人都傷害了 子供的這兒子 新的日子 找到為 さよなら Be the fun さよなら Never love そして Be the fu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獎金獵人網站的站長 是站長嗎 講站長也OK 要不然要講 打工長 執行長 還是董事長 還是 CEO 先 爬水 先 蛤 對 我們這個 披薩 等一下 欸 洛克仔要大聲一點 對 洛克仔本身非常的這個 低調啊 就不像一般 看到的這個 欸 哈 可是我很想講一些什麼囂張的人 很愛囂張的那些過程有沒有 就 感覺很小的那種部落客有沒有 對啊 就大概戰鬥毛之類的 對對對對對 人也很小的 很厲害這種 對 啊 那個獎金獵人本身是一個什麼樣性子的網站啊 我們是一個比賽的平台 嗯 然後我們會收集全台灣的比賽資訊 嗯 大大小小 那我們主要focus在文創 創意類的比賽 嗯 那像是 欸 今天這邊也有這個狗狗的這個比賽啊 呃 對 但是我們現在focus在比較創意類 圖像創作 呃 還有 影像創作 影像創作 音樂聲音創作 聲音創作也有 也有 還有什麼呢 像春浪的比賽就是詞曲創作 齁 詞曲創作也有 對對對 還有文字的創作 文字的創作 就可以變成一個 作品紀錄下來的東西的這個比賽 所以我們比較focus的 哦 好 那 一開始你們怎麼想到這個idea的啊 一開始或其實最初是 其實一開始最初是因為我們 我另外一個partner 他以前常參加音樂類型的比賽 另外一個partner一定要介紹一下 是張小姐嗎 欸欸 是 哦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叫少年 哦 有要介紹嗎好像沒有 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 哈哈 沒有啦 所以是哪一個 是張小姐還是 花水木對 張小姐 花水木 那因為他以前就是想當歌星嘛 想瘋了嘛這樣 哈哈 哈哈 你在那邊吐到耳草好嗎 好像不太對 然後反正就是他會上網找一些音樂類型的詞曲創作比賽 哈哈 對 然後發現 每次很興奮找到一個比賽 都是過期的 嗯 找十個比賽大概會有十一個過期 嗯 然後就很傷心啊 所以就會覺得說 有沒有一個地方是專門收集不過期的比賽 嗯 然後我們就那時候就想說 好 我們來做一個這樣子的平台 嗯 收集不過期的把過期的刪除掉 嗯 對 因為其實Google他 Google他不知道你有沒有過期 對對對 真的 所以其實你過期他就看在上面 對 對 所以我們就打 我們就想說先做一個這樣的平台 嗯 讓張小姐好找音樂型比賽 嗯 對 喔 所以你們一開始主要是 為了要服務他 哈哈 一定是吧 一定是先從服務自己開始 哈哈 對對像 有啦有啦 張小姐的這個 美 姿色 還有聰明美貌 的確是值得 男生服務他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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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怎麼講 哈哈 一開始你們不是這個目的就對了 不是不是 不是 一開始是覺得他這個 就是其實我們覺得說 有很多好的比賽 但是因為其實 很常過期 或是很常 不好 找尋比賽不易啦 對對對 做一個資訊平台 然後好玩啦 其實一個玩票性質 欸對 我每次去搜尋 金獨獎也都是過期的欸 我想看一下現在的 今年的比賽資訊也都沒有 對對對 那你們一開始是怎麼開始著手的啊 比如現在 美麗的花水木說 都找不到怎麼辦 然後呢 所以那時候 你們找人寫程式吧 沒有我們其實一開始是用人工去找的 蛤 對就是在 剛才說十個比賽有十一個過期嘛 對對對 那我把自己後路給打斷了 沒有大概十個比賽裡面有九個過期 就有那一個 那我們就要拼命的去把那一個找出來 然後我們會從Google 然後我後來發現 其實很多 比賽是 閃在很多各個領域的網站裡面 像 很大的文學網站 對 或是政府網站 對 或是那個文化官網之類的 對它旁邊就會有一個很小的茶水間 然後裡面會有放兩個比賽 然後我們就要去把那個 從裡面撈出來這樣子 哦 所以你們當初都是自己 一個一筆一筆去找 對對慢慢的打撈 慢慢的打撈 那現在呢 現在因為知名度稍微有了一些 所以其實他們會自己上來一張貼 嗯 所以你們就沒有人去打撈了 欸 還是 還是會定期去找 對 但是現在有系統 用電腦方式去打撈 但是剛剛也說 用電腦方式去Google的話 後來會搜尋到過期的啊 對 所以我們會去海底的地方打撈這樣子 對 還是會有人專門負責篩選就對了 對 原本以前是真人過去茶水間撈出來 現在是機器人過去茶水間撈出來 然後再由你們去篩選 對 我們會再篩選 看它是不是對的比賽這樣 哦 所以 有沒有重複這樣子 嗯 所以如果我想獲得一些比賽獎金 然後我就 先上獎金獵人去找這些比賽資訊就對了 對對對 你只要在Google下面打比賽 就會看到 我們的網站 哦 打獎金獵人不是更快嗎 呃 打四個字 就稍微慢 而且比畫比較 欸電腦這樣比畫沒差 對對對 打比賽就可以了 打比賽就可以了 就可以搜尋到獎金獵人 對對對 好 那 到了獎金獵人以後呢 我要成為你們會員才能夠獲得這些比賽資訊嗎 還是其實你們就是一個入口網站 其實不用 現在只要上網站就可以看比賽資訊 但是如果 成為我們會員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作品級網站 然後評審會比較好過 欸 也沒有 呵呵呵 成為會員有 評審有加分 成為會員的話 那有機會 我可以認識他啦 這樣 哦 好 所以就是 你們基本上是有一點類似像收集 好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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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入口網站就對了 對對對 哦 然後 其實我們現在有一個作品級的服務嘛 嗯 所以你其實如果你是 因為會參加比賽你一定是有一些累積的創作者嘛 一定累積作品的創作者 對 其實你可以上了我們網站 就可以把你的作品級 放在我們網站上面 嗯 對那這樣子的話其實 呃 你可以在外面跟別人介紹的時候可以 直接打開那個作品級給別人看 哦 對那這樣子 呃參加比賽的話也可以 其實會比較方便 嗯哼哼哼 對 所以我也可以到你們那個網站上面去PO我的作品 對對對 我們現在有一個像 美國BeHands架構的 好 那也方便 方便這些 比如說他原本 要辦比賽就是為了要增稿嘛 對 那你們有直接會介紹這些創作人去那邊嗎 呃之後我們會開始做類似外包的像這樣子的服務 嗯哼哼哼 對因為其實比賽 呃 辦 辦一陣子辦久以後開始發現說 有些比賽其實它的本質比較像比賽 它比較像是外包 它可能就是欸 某個店它可能需要logo設計 對 對那我們會覺得說欸 那像這種東西可能 它比較不太像比賽性質 對 它比較像是外包性質 那其實 到時候作品級的這一期的創作者 就可以直接去引建給這樣子的外包 哦你們也有專人在推廣這樣的服務就對了 對 這是我們目前的下一個目標是這樣 所以先做作品級 哦 那我這邊題外問一下 花水木現在有當明星了嗎 欸沒有 哈哈哈哈 有啊我覺得也蠻像的啊 他現在算是資訊界的明星吧 欸 因為我那天有看到他的一個報導 洛克仔也不差 哈哈哈哈 戰鬥毛更好的 我那天有看到一個報導是寫這個 美國有一個模特兒 對 然後走秀 白天走秀晚上寫程式 然後台灣也有一個那個模特兒是 白天睡覺晚上寫程式 哈哈哈哈哈哈 類似這樣子啊 對然後那個人就是花水木 對對對 對所以他也是 也算是有上這個媒體 只是 是不是 那他為什麼當初不能當明星 我覺得欸當初 因為他想當創作者啦 哦 持續創作 對他走音樂自己創作這樣子 哦 他想走柴女這塊路線 哦 對但因為 現實的殘酷 哦 台灣的創作界 對因為他的音樂 畢竟是走比較 我覺得比較 另類的 哦 對對對 不是一般的主流風格 哈哈哈哈 對 有他的可以聽一下嗎 沒有 沒聽過 這個如果再透露下去 應該我會活過明天這樣 好好好 那這個 下次我遇到花水木 再跟他要好了 還蠻想聽看看的欸 其實youtuber仔細找一下 會找 欸 youtuber會有就對了 有有有有 那要搜尋什麼關鍵字 花水木嗎 我們事後再討論 哦 我再分享給大家好了 那今天你呃 成立了這個 獎金店人 聽說你們之前還被這個 矽谷看上啊 欸 我們有參加矽谷的一個 加速器 嗯嗯嗯 對然後有去那邊去育成 大概四個月左右的時間 那主要是一個 什麼樣的活動 他其實就是會去培養 他去找全世界 呃各地那種 就是他們覺得 呃 比較有很大的 發展機會的企業 嗯嗯嗯 然後會 欸你們其實是企業的 好 欸呃 工作室 好 你算了 三十幾個人算了 我們現在二十個 哦那有很多呢 還還算OK 對對對 好 然後我們就 就找到那 呃就是 被挑選到 然後回去矽谷去做 四個月的培訓這樣 總共是幾個 團隊來挑選啊 一千兩百多個吧 一千兩百多個挑選你們 總共有幾個名了 呃 最後有三十個 三十個名呢 一千兩百多個 那也是一百分之一的機率欸 好像是啊 對啊超厲害的欸 就 有報名嘛這樣 蛤 有報名就有機會是不是 對對對 沒報名一定沒機會 也是啦 對 那最後他們會有資金灌入嗎 呃他們會 會投資五萬美金 然後 會取得你五趴的股份這樣子 哦 不過這個其實 比較不像是一個價值 這比較像是 成為他們的一個 會員的一個 必經過程 哦 對 一個像是投名狀 自己人的概念 哦 就是 有點 官方認證 對 就是一個 成為他們家族的 聯合國認證 對 部落 哦 那你們現在有打算要 因為你們這個模式在台灣已經算是 不錯的 蠻穩的嘛 也不能這樣講 對 還要靠衣食父母照顧 哦 衣食父母是誰 就是各個辦比賽的單位 主辦廠商 或是 品牌企業 那在其他 毛哥 呃在其他國外 有這樣子的 這種 性質的網站嗎 呃有相類似的 但是其實 因為這都是群包嘛 cloud sourcing的概念 對對對 有很多類似 但是 呃核心跟做法都 不太一樣 哦 那你們有想過要往 對岸去發展嗎 目前是會想 朝東南亞發展 東南亞 比如說像日本 呃那是東亞 東亞 像泰國 那大概是泰國 寮國緬甸 印尼 馬來西亞 哦 哇那這樣子 就弄得很很大 對 也還好普通大 啊 好像看 站在我身邊 是一個將來的偉大人物 太恐怖太恐怖了 好那我們馬上來問一下 你希望你現在 獎金獵人的網站 的三點是什麼 講今天的三點 對啊 我們希望能夠改變以後 呃公司企業 或者是 也不用說公司企業就是 一般人在找人才上面的一個分配方式 蛤 等一下 這個你們是辦 比賽資訊為什麼跟找人才有關係 因為其實我們的核心是人才庫 比賽其實都是為了透過比賽來 找到人才 對 會參加比賽的人通常就已經是 呃人才了 已經四個人才 也不一定因為有些人根本沒空去參加比賽啊 呃對對對 但是會參加的其實我覺得就是 本質上他們已經是有主動性 想要去爭取 另外一個是 主動性很高 對另外是比賽一定有門檻 你說像是微電影比賽嘛 或者是 插畫比賽 對 這種比賽其實一定會有一個門檻在 就是你要參加 你一定是有三兩三才會參加 要把技術展現出來 對對對 絕對不會是可能路人夾一餅參加這樣子 對對對 對所以其實透過比賽可以第一波就找到優秀的人才 對 對那有了這些優秀的人才之後 嗯 那 怎麼樣透過比賽方式來幫公司 找職缺 或者是幫公司找專案的負責 嗯 這些我覺得就是一個可以被運用的方式 嗯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人才分配的概念 但是這應該是你們的遠程目標吧 對對 是 就三頂嘛 還是你說的是 三頂是你到了以後就可以隔屁了 喔到了 到了以後就可以隔屁了 對比如說你的公司一千多人或是 你的那個 上市上櫃就可以隔屁了 呃 可是那不是 我覺得上市上櫃應該是個剛開始嘛 什麼 上市上櫃是剛開始喔 還剛開始比較爽就隔屁了 對對對 好 上市上櫃以後 還做到什麼樣的事情 獎金獵人怎麼樣呢就可以隔屁了 呃 就是 以後大家說 欸 要比賽 那先去講集邸諧為 唷 石營 我不想死 哈哈哈 我想 找什麼東西就先 google 成為一個代名詞 痾 欸 你怎麼都不去cunu Photoshop 還是 想的話 劣人一下 對對對 先去獎金獵人一下之類的 這樣子的山頂 好像還沒有想到 但是我們其實 就是很希望說能夠改變 大家像是 第一個是半比賽可以做行銷 第二個是 人才 找人才 找職缺 這個時候會想到 用獎金獵人來找職缺 對 或者是找外包 用獎金獵人來找外包 像這樣子的概念 被傳達出去 那可能是 不只是在台灣啦 但是希望能夠在國際間也是一樣 那我們就 希望哪一天 那個獎金獵人跟 還有少年嘛 花水木 主要是你們三個人是核心 是嗎 對對對 我們是 口方的 所以還有一個CTO 技術長 好 這時候你要先撐一下 因為戰鬥毛的帽子不小心掉下來了 你的腳已經頂到我了 好 先拿下來一下 那我們就希望這個獎金獵人 到最後呢 那個 花水木 還有少年跟這個洛克仔 跟剛才那個 技術長 技術長 都能夠達到他們這個想要的目標 那我們下次也希望 花水木跟少年都一起來上這個 好啊 對對對 今天忘記邀請他們來 滿是不重要 不重要 哈哈哈哈 好啦 那我們就謝謝這個洛克仔 感謝感謝 下次再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那我們 強迫Radio 撐住毛起來 到這邊呢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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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去看 五點 Power 五點 雲 六點 八點 五點 八點 七點